大家好,我是尤包博 大家好,我是Ali 今天帶大家來到池袋的武士客棧看一看囉 GO 喔 他身上穿的這一個甲襲 平常來這邊住宿的旅客腳的話 一千日圓就可以租借試穿囉 請請請 好像被武士帶電梯耶 掰掰 好,首先我們從大門進來來到B1 這邊是公棍的空間 那進到裡面的話 整個牆面是一個日本畫家的作品 那這邊是吧檯有餐具還有廚房的一些東西可以讓大家使用喔 現在我們來到二樓 二樓這邊主要是可以住到兩人為主的各室有三間 那第一間的話帶大家進來看一下 這個是以松樹為主題的一個設計 這邊是榻榻米的設計 那這個打開之後 下面就有服裝 那房間最裡面這邊有可以鋪床的床單 然後還有可以讓你上鎖的密碼箱 那第二間,進來看看 這一間跟上一間是一樣的房型 但它造型是紅色的富士還有大浪為主題 最後一間是重頭戲 忍者之間 乍看之下是一般的夜晚景色 切換燈光之後 好,那我們現在到了三樓的寫室 那裡面都是半開放的空間 帶大家看一下 哇,寫室的寫室 那它特殊的地方是每一個房間都有戰國武將的家門喔 那這邊是一個單人的小空間 那這邊是一個單人的小空間 順利的有存戶,採光還不錯 然後整個整體來說空間還算不夠 這邊是上下鋪的上層 基本上比一般的share room的空間來的大多 我們現在要去四樓的家庭房 要換鞋子走路上去囉 在家庭房的門口這裡有得川家康的家吻喔 唉唷,要進將軍的房間囉 好棒 將軍的房間長怎麼樣呢 完整的一個個人空間 牆上的這個裝飾非常非常的漂亮 好的,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了 では佐野上さんから一言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ようこそサプライズホステル池袋へ バイバーイ www